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契是海外中国教会主要的福音的地方 也是弟兄姊妹认识真理 认识教会 认识朋友 与神 与人 与教会建立关系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教会 我们团契是礼拜五 我们叫Fellership 是很重要的活动 当然现在有些更新的教会 或者我们把它改成了小组 小组聚会 这个小组跟团契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有的小组教会的领袖说 天离地有多高 小组教会与传统教会就有多大的远 多区别 东西离西有多远 这个传统教会 传统教育新型的小组教会就有多远 那它是指一种观念的改变 其实在里边的基本的功能是没有变化的 大概是有四点 我们知道有四个W 就是Worship 首先我们Wacom 第一个刚开始我们看到后边有一个图表 第一个W是团契 大概是Wacom 是十分钟 看过这个表格了没有 那么大概一般是指对人的欢迎建立关系 如果你有晚餐 一般的他就不需要这个第一个W了 晚餐本身就是欢迎了 大家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彼此的交通 我们也叫他破冰 因为来了很多新人不认识 不认识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关系的建立 教会很重要 我昨天讲到关系 关系的建立 所以这个破冰的时间也是蛮重要的 使我们能够很好的进入到敬拜之中 否则大家心里还冷冷的 彼此还隔阂着 还不知道 有的不认识 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 好像就不能够全体的来参与投入的敬拜 所以这个注意的重点是温馨 要温馨 第二个就是敬拜 那敬拜大概是20分钟 一般小组太长了就不行了 太长了你完成 完不成你的话语的时间和work的时间 那么大概这是人对神的 我们从下往上的 从下往上来敬拜他 刚才我们课程之前 我们有短短的这么六七分钟的 大家感觉到我们就完全进入到一种圣灵的水流中去了 我们在课程的时候 我们也不感觉到是我们有压力 我们就圣灵与我们同在了这个时间 所以这是坚固的关系 感情层面 那么是以祷告的一心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worship是带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么第三个w就是教导 我们叫做word 神的话 我也叫神的话 word 那么这个大概是45分钟 这是指我们教会的形态 那这是神对人的 我们领受神的话语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我们叫做worker 我们也叫做宣教 也叫服侍 或者叫侍奉 那个时候有弟兄姊妹需要被祷告的 需要被辅导的 那个时候说我们小组的领袖就要为他们被人祷告 这个我们时间蛮长的 我们有20分钟 大概一般的小组都会达不到这个时间 他们一般会在word的地方拖的比较长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完不成 在45分钟 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小组教会采取的方式 其实一般的团契也是采取这种方式 所谓的小组教会 我们今天很多 有多少弟兄姊妹的小组教会举手 感谢主 大多数都是 请放眼 现在看来传统的不多了 所谓小组教会的这个观念和团契的观念在哪里呢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是一种观念 我认为是观念的一种更新 观念的一种更新 因为小组认为 这个小组就是教会 可是团契不认为团契是教会 团契是教会下面的一个fetorship 一个团契 可是小组就认为小组具备教会的功能 那小组具备教会功能 他就有传福音 对吧 也传福音 那么也可以领圣餐 也可以实习 小组长也可以实习 也可以收奉献 小组里边也可以自己搞一些的活动 福音出击啊 或者是或者退休会啊 他们有很多功能 可是团契一般的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大概我觉得 在整个的这个fetorship 我们讲的这个团契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估计小组也同样具备 但是他的观念上有个特地的改变 就是小组就是教会 那过去团契不认为他们是教会 他们是教会的一个部分 但是小组也是教会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到星期间 要到一个教会去salvation 有一个庆典 来庆祝耶稣基督 死里复活 也由于主日的崇拜 那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潘国华 他在一本书叫 团契的生活中 Life together 他在这本书中说了一句话 他说信徒团契 是透过耶稣基督 也是在基督基督里的一种甜美和谐的生活 那么他知道这个这种信仰是一种生活 那么在我们北美 团契成为教会最基层的细胞 教会越大 团契越多 团契成为周末基督徒和福音朋友最喜欢的地方 那么但是在北美目前的参加团契的人数 大多不会超过主日崇拜的人数 一般统计在三分之一 可是小组教会就有个特点 他会在小组的人数 可能会超过主日崇拜的人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统计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 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卷 但是在团契一般的传统教会的团契 参加聚会的人数在礼拜五 大概不到教会的参加主日崇拜的一半 大概一半在三分之一到一半 可是在小组教会 你会发现 周末小组的聚会 超过了主日崇拜的人数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灵量堂会怎么样 我们教会是超过的 我们教会大家礼拜五的主日 礼拜五的聚会会达到三百人 那么礼拜天就两百人 那差不多他会超过三分之一还要多 因为这些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个毛病 早上起不来 很多学生上课 很多孩子礼拜六安排很多的活动 弹钢琴啊 跳舞啊 游泳啊 然后弄得很累 晚上回去有的再有些朋友的party 然后礼拜六就搞得很晚 礼拜天早上主日崇拜十点钟 到教会来 起不来 来不了 可是礼拜五他都能去 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他们因为他们对这个宗教的形式不感兴趣 或者有些反感 因为你礼拜天带有很强的宗教的宗教的崇拜的活动 当你崇拜的时候 你唱歌啊 这个敬拜啊 他感觉到怪怪的 他不习惯 但是礼拜五的小组却有一种轻松的和谐的这种 然后大家彼此分享的 有人戴茶经可以自由的问问题 他也可以发言 他可以问问题 那么能够满足他很多的需要 他也蛮喜欢的 而且可能还有晚餐 这个晚餐也很重要 所以小组的晚餐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教会大概有一半的 三分之二的小组是有晚餐的 我们的青年团契 青年牧区 我们叫牧区有四个小组 青年牧区四个小组 现在有五个小组 还有一个老人的小组 青年牧区为什么有老人小组呢 因为家长 探亲来的父母 给他们也成立单独一个小组 那他们在另外一起敬拜 敬拜完了 他们四个小组就分开了 分开了 然后就查经 他们在一个 青年是在一个教会的 我们租了一个美国教会 那么这个 你会看到说 他们来的人很多的 他们大概每个礼拜五 大概有七十多个人 每个礼拜五 七十多人 他们分四个组 五个组 大概一个组十几个人 可是礼拜天 我看青年团体能来一半做主 礼拜就不错了 可能到不了一半 如果那个星期有他们的服饰 比如他们有成饭啊 有这个招待啊 有这个敬拜赞美啊 他们带领啊 那就来的多一点 如果没有这个 他们人不会那么多的 因为这些孩子们 这个大学生二十五六岁 读博士读硕士 这些人来到教会 他们他们觉得 他们一个礼拜 能来一次教会 就不错了 就可以了 所以礼拜天 他们崇拜的极限并不是很高 那么我们从整个团体的 大多数看说 传统的团体 有些问题 不吸引人 得不到帮助 谈不到我关心的问题 主席一言堂 死板 不稳定 主席不稳定 因为团体主席一年就要换一次 对吧 这个人刚做熟一点 刚有点经验 想去更深一层坐 换进了 又换了一个别的 他又改了一套 所以不断改来改去改去 小组就不需要 小组就有个好的特点 就是小组长是终身制的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做医生 当然你可以开拓更多的小组 其实牧师也是个小组长 不管我教会开出多少小组 我都是一个小组长 我要训练最起初的这些小组长 这些领袖 那么他还是我的小组的 我们大概一月还有一次在一起 这个finalship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的改变 那么我们看一段 从圣经看家庭聚会 石头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 横切的店里在家中薄饼 存在欢喜成心用饭 石头行传五章四十二节说 他们每天都在店里 在家里不断的不住的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那么石头行传九章十一节 主对他们说 起来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中 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 他正在祷告 石头行传十二章十二节说 想一想 就往那称为马可的 约翰他母亲 玛利亚家里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石头行传十二章十二节 这个十六章四十节 二人出来见往绿利亚家里去了 见了弟兄们 劝为他们一番就走了 石头行传十八章七节 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 石头行传十一章八节 第二天 不是 十六章五节 又问了在家里的教会案 问我所亲爱的 以拜尼土案 他在雅西亚 是归基督初接的果子 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 家庭聚会的 最起初的 石头行传时期的 初代教会的形态 和重要 但那个时候大概 他们大多都在家庭聚会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强调这种家庭的聚会 我们教会 不家庭聚会也不行 因为我们有教堂 没有教堂 我们礼拜五就得开放家里 我们没有礼拜 我们租小学 小学只有礼拜天 给用一次 四个小时 那么这个一次 他有人来给你开门 你来了 把你所有东西塞大跑 等你走了 要所有都拆掉 你不能留一点 你就留一个骨存 都不可以的 骨存留了 那打草卫生 就把你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第二天就找不着 所以这个 这就面对一个问题 你必须开放家庭 所以也感谢主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 这个七年来 我们搬了四次家 从小的教堂 搬到大的 最后没有办法 我们要进入到学校 学校比较大 教室比较多 还有这个 卡丽亚很大 能吃三百人 三百人吃饭在一起 有它的方便之处 但是这个不像 当年林良堂租那个学校 是一二三四五都租的 我们是租礼拜天的 那几个小时 所以我们前一段 华盛顿下大雪 大家知道 北美一百年来 最大的大学 我们教过 我们小学 三个礼拜天 不给你开门 因为它不给你清雪的 停车场 不给你清 所以你无法去聚会 那我们当然 我们有我们的方法 我们就化整为零 我们这个礼拜天的崇拜 就在各个小组 各个院自己走路过去 其实院里也不能开车的 大家附近走路 或者在公路开过来 能来多少来多少 那天我记得 我们家就聚集了 三十多个人 我们一开始 就坐得满满 都是附近走路来的 我们照样的 可以敬拜神 可以敬拜神 所以当这个 没有场地的时候 神也让我们走一条 小组 小组教会的路线 我们不是林恩教会 我们教是一个 传统的教会 但是我们也不那么保守 我也不是强调 某一个神学的观念 不那么保守 但是我们教会是小组 以小组为目标 那么小组里的几点 小组的这种做法 因为我们的小组比较大 我们的小组大概都二十多个人 弟兄姊妹不太愿意分 因为你分了 你没有小组的领袖 你分了也是问题 他没有委身的领袖 一个领袖也不可以 最好有三个领袖 三个家庭 一个一个他可以 这个有一个出差了 另外一个可以带 那么另外他们可以彼此配搭 因为我们这个大就涉及到很多的施工 有儿童施工 我们每个小组都必须有儿童施工 一个小组大概十几个孩子 你不可能不看顾他 不看顾他 他东跑西跑的 跑你的床上蹦 我们有个小组长家里开放 这个小孩子拿锤子 把人家新房子 墙一个找几个洞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 然后家长也不管 我们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家长 不管孩子 这个不好 不懂得做父母 惯孩子 你到自己家里早眼 你怎么样 你也不高兴吗 这个人家这个开放的家庭 也不好意思说 这只有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教会的孩子都我管 我在走廊的 小孩子一看我过来 立刻就不跑了 趴死着趴死着 赶紧悄悄地走 因为别人不管他就我管 所以他就怕我 你知道吗 这个管了家长 当然会不高兴 可是正确地让他们了解 教会是一个敬拜主的地方 教会孩子来是不能跑 美国教会的孩子 没有一个跑 这就是美国跟我们中国人不同 我们中国大陆 独生子女 弄一个孩子 这宝贝都不得了 不要太宝贝 太宝贝容易丢掉 你知道吗 这个像金 像这个金玉的那么宝贝 那个很危险 最好把它当做很普通的 一粒尘土 或者是这个 我有的叫金蛋的 我说你把它改成铁蛋的 算了 金蛋的 有时候的期待你达不到 这个危险 真的危险 老天 钻杀 毒根苗 告诉你 所以我为什么鼓励他们多生 危险就在这里 而且浇灌 浇从 有一天 达不到要求 他就干别的事了 他就到外边闯祸去 你要他要东西 你永远给他 有一天他达不掉 到社会上 他跟老板一样 老板不会给他呀 拿枪就把老板干掉了 对不对 很多这种事情出现在美国 所以小孩从小要管 团绩就是管孩子的地方 所以我这个 同工们不好说 我就要讲 我们对孩子的事工 我们有一套list 我们写下来 怎么管他们 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家长不能够提意见 因为你通过了 你同意你的孩子来到团绩 又被管教 你不被管教是不可以的 所以团绩里边 我们就有儿童施工了 那我们就得需要 所有的 我们儿童施工的经验 就是所有的母亲 你只要你有孩子 你必须参加儿童施工 你不能说把你的孩子 扔给别人砍 永远这样 那但是他们可以轮流的 比如我们一个月 我们每一天 有一个母亲来管孩子 对不对 轮着 但是儿童团都有个领袖 他主要负责的 他也会帮他 他也会教导他管 慢慢他就学会管 所以这个团契 第二点 我们这个团契里边 可能有晚餐 有晚餐呢 就我们采取的方法 是在餐馆订的 我们在餐馆订 然后一个人 就要两块钱 成人两块钱 孩子一块钱 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们那个餐馆 是个buffet店 做得还不错 也蛮便宜的 我们要的都是 蒸饺啊 都好吃的 捞面啊 孩子喜欢的 然后麻球啊 然后大人就吃米饭 弄几个菜 吃得不错 他们要的小翠 一小翠大概是20块钱 有那么三五翠就够了 一般的来不及做 因为我们教会 大概都是professional 他们没有不上班 他们都是夫妻上班 我们教会 你很难找到一个姐妹不上班 在家里家庭妇女的 这个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 没有 大概都在上班 所以他下了班了 你让他再做菜带来 这几乎不可能 他下了班了 有的时候他不来 教会没有饭吃 那么他回到家里去 做完饭了 吃完了 大肠筋开始了 或者什么其他的节目开始了 坐着就不动了 有的时候就 软弱的就不来小组了 小组长就比较着急 所以初代教会也是 你看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 二条四十六节 在店里 在家里 薄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 用饭 这个小组用饭很重要 用饭就不需要挖看 小组的查经材料 他们基本用是我写的 我一般的分享的是 我主日讲到的信息 但是我会有另外一个材料 是查经式的 而不是讲到那个式的 我会给他 里边有解经 有背景 有大纲 有一些疑难的问题 有一些比较 比较专用的词 比如安提阿 耶路撒冷 代表什么 法利赛人 萨特该人 尼瑟派 这些我都会给你注上 后边是什么东西 因为小组长有的时候 他不见得有时间去 花那么多时间来研经 可是他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他基本上就差不多 他主人崇拜 听一次道 再拿着这东西 再看几遍 他基本就能带 他主要 他并不是讲 他带大家分享 大概用15分钟 把整个的经文查一遍 然后大家就彼此的分享 我会留思考题 思考题 我一般不会留太多 我就留两个 因为多了 他分享时间就长了 这样长了 然后呢 就是祷告 这个祷告小组长 小组的领袖 就一定要会祷告 有祷告的恩赐 能够去帮助别人 也能够去解决人的难题 20分钟 我们可以分组 因为祷告分三组五组 有的时候他 很多事他不想在大组说 大组20来个人 他不想讲 他大约三五个人 他就小声说了 说夫妻吵架了 为我们祷告 这个就可以讲 所以大家就为祷告 比较深入一点 好我们看到从时代 需要看家庭的聚会 家庭细胞小组的优势 超过了传统的团契 不仅是因为这种形式 给人带来新的教会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圣灵 在新时代的工作 这个有一个观点叫做新酒 要用新皮带装 那么其实小组教会 最早的细胞小组 就是韩国的汉城福音中央教会 这个赵永基牧师首创 他有一本书叫做成功的家庭小组 这是大概20年前出版的 在台湾出版的 翻译成中文的 大家可以去图书馆找着看 我看了好几遍 他介绍了他的经验 他称他的这个 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教会 他的教会有差不多80万人 他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小的教会 这个观念 一个最大和最小 最大的教会 他有多少人呢 这个80万人 80万人的教会里面 参与过他们的敬拜没有 有啊去看过 他大概一次大概十几万人崇拜 他那大堂能做十几万是吧 可是你知道他就要说 他是最小的教会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个人都尾身在一个小组里面 他不在小组里面 他不成为你是教会的member成员 你也不是教会的人 你顶多是参观者而已 这个了不得的观念 我就想80万人聚会 一次十万人崇拜 上厕所怎么办 我们教会在买糖 我就常常想厕所的问题 当然他们肯定是不能吃饭了 据说他们这个奉献呢 都是要奉献 他们韩国人也是不开支票的 都是向台湾人开支 现金的跟大陆似的 所以据说收奉献的时候 都是中央银行的运钞车等着 不过在新加坡 几个大教会奉献 那个City House的奉献很有意思 他们是刷快递卡 他有很多的在那个大lobby 有很多的那个machine 刷卡 当时就刷一点 速度就进去了 就排队 你到奉献的时候 你就看到我们这拿带 拿跟钱 晃得晃得 不见得给 这年轻人 我出来在lobby 我参观的时候 这十几排年轻人 都排着一排排几十上百人 等待着刷卡 奉献 这个观点 所以这个 这个最大的教会变成最小的 最小的教会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个人都 进入到一个小组中 得到关怀 得到喂养 得到爱 得到帮助 得到教导 所以他的会友出来 他都会教导别人 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年Pastor Youth Pastor 是一个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 他是国防部的 新加坡国防部的 年轻26岁 夫妻两个给我做青少年工作 做了四年 他在美国任职四年 就给我做了四年 在City Harvest 他就是小组长 青年小组组长 会谈极的 会唱带敬拜 会讲道 然后这个 当然英文有点口音 有点English口音 所以孩子们刚开始 还有一点搞不定他的英文 但是过了一个月 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他在我们这讲了一年 四年的英文讲道 他也英文也进步特别大 开始跟孩子们 因为孩子讲了 从政的美音 美式英文 他自己也觉得很大的进步 后来 这个很可惜 他被召回自己的国家去了 他想奉献读神学 但是他的妈妈和爸爸一直反对 因为他的收入非常的高 可是奉献读神学 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有 在我们教会生了两个孩子 我就看到他们教会的训练 训练有素 那很多教会的 我们只有20%的人 20%的人服侍80%的人 所以我们只有这20%的人 是可以出去做工的 另外80%的人 基本是属于半残废 不能做工 可是在这种小组教会 他很厉害 小组里边 你看如果小组 一个小组 如果我们算了12个人吧 我们有三个核心家庭 对吧 三个核心家庭 这三个就六个人 就占一半 这三个核心家庭 从组长 实习组长 他们占一半 他们都可以去 有话语的带领的恩赐 诗歌带领的恩赐 祷告的恩赐 他们都会有 他们都要操练 那传统的团聚 就会变成一言堂 主席讲 或者请讲员来讲 每次都请讲员来讲 讲完大家 就听完你就走了 可是小组里边 会很深入地 给你一个平台 让你来更好的服侍 更好的服侍 那么这个 有一个叫李乐夫的 他也出了一本 细胞小组的教材的书 这个观念 也得到了认同 还有中国大陆 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 其实也是小组式的 但是他们不太懂得 他们只是说家庭 家庭教会 其实也是个小组式的家庭 家庭教会 但有小组式的一些 一些的这个方式 他们只是不太明白 说这是小组式的 那么今天的时代 教会已经不再 以建筑物为中心了 而是以人为中心 那么这些神的儿女 在哪里聚集 哪里就成为教会 那我们今天看到 过去的教会 尤其天主教 他们是以教堂为中心 那以建筑物为中心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教堂里边 已经是 这个人不多了 人不多了 从过去人们 都进入到教堂 现在教堂变成参观的场所 或者是一个艺术的场所 那么这个就失去了 教会该有的功能 那初代教会的那种爱心 温暖热情 尾身 以及为主牺牲的精神 在现在的教堂里 越来越少见了 但是这个在中国的家庭教会 我们还可以找得到 我们可以找得到 那这个我们现在讲到 这个细胞小组 西方小组有这个 大概有这么聚会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事情 注意事情 我们一定在每次聚会的时候 这个小组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 一定要注意说 我们的聚会是以基督 耶稣为中心的 我们来到这个小组里 除了传耶稣 不能传任何事情 别的 保罗说 你们传的若于我传的不一样 你们就可受可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到教会 会传异端 会传世界的方法 或者传销 传销 因为别的地方找不到人 只有在这里中 可以找到人 或者介绍对象 这也是啊 我们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小组 就是 都是单身 大家都来找对象 所以聚会的时候 不看圣经 都看对面的人 男的坐那边 女的坐那边 大家就这么看 后来有一个男的最优秀 也有个女的最优秀 他俩成了 他俩因为最优秀嘛 两个都是工作也很好 学历也很高 长得也不错 然后这个都是领袖 一个组长 一个副组长 他俩成了 别人都散了 走了 因为那些男的都奔了一个城 好的女的来 那些女的奔那好的男的来 他俩成了 我们有什么戏了 都走了 小组散了 小组里边 一定要有基督为中心 那么小组里边 坚决拒绝传销 我们很多的人 在教会里 他没机会 他跑到小组里去 这个现在在北美 这种传销啊 尤其大陆 今天中国大陆 这个传销也非常的严重 传销 传销销什么呢 是这个销吧 对吧 传销 他们传的是健康食品 美容产品 还有什么这个 反正五花八门 什么都传 传销 然后他会用一种鼠灵的包装 来告诉你 我记得有一天 晚上我们家来了一个人 我一个姐妹 我们叫一个姐妹打电话 说牧师有一个人要奉献 准备跟你谈一谈 我说那就来吧 到我们家来吧 晚上 我还吃完饭了 我洗了点水果 洗了茶 准备这个人 因为要奉献 读神学我都很高兴 谁要奉献 我都很喜乐 这个为主 在我的观念上 奉献就是奉献给主 结果这日来了个人 进屋就跟我说 我要奉献 这个 给你们奉献钱 我说你不是都读神学 不是 我说奉献 你奉献多少钱 我现在没有钱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我们就有钱了 你们堂就建成了 然后他第一句话说 你挣多少钱 我说我挣多少钱 在不每年那个预算的时候 我们都是 我们每年 会员大会 牧师挣多少钱 都公开的 全教会都知道的 我们所有的预算 包括我们对大陆的知识 都是在公开 但是我不会说名字 我们说王弟兄 李弟兄 四川的弟兄 哪里的姐妹 我们会这样说 但是每一笔 都是清清楚的 他说 你那挣得太少了 你知道美国总统 挣多少钱 我说我不感兴趣 我就是他干嘛的 他有一套方法 像某门教来推销之前 他先有套方法 他先把你套进来 我说我明白你干什么的了 我说对不起 我没有时间跟你谈这个问题 我请你离开我的家 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把人从我家轰出去 就是这个人 我有次在你们神学院见到他 我在讲课是他来听了 他搬到加州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继续来从事这工作 如果从事工作 他应该悔改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姐妹 我就不高兴 我就责备他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对不对 他说知道 那我说那你为什么欺骗我呢 我说你是不是参与了 他说我参与了 我说你stop 你不可以在教会做这种事情 如果你们传的与保罗传的不一样 你们都可咒可足 这个姐妹就会不来教会了 哈利路亚感谢主 所以我们教会就整个的 这个风气就杀住了 再没有 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这种 穿销的 我讲到会经常讲 我一讲 大家就看那个穿销的人 他又不说 他再不来 他跑别的教会 叫大老鼠 这种大老鼠 有一天有一个大老鼠进我们教会 我们一个弟兄听我 牧师今天那大老鼠来了 他是我们这个 整个维基亚地区最大的老鼠 哪个教会都别的窜遍了 现在窜到我们这里了 所以我那边就当头一棒 一片道把老鼠打跑了 带不来 我就觉得不可以传销 我就明讲 不可以传销 弟兄姊妹不要上这个当 弟兄姊妹要把读经 祷告 传福音当作我们生命的第一位 我们都有工作 都挣七万八万的 还要传销吗 还有我们教会 因为我们教会 没有这种没有工作的人 都上班的 你业余现在搞传销 你有时间读圣经吗 对不对 讲到要讲 关于真理部分 一定要讲 所以我们知道 刘同苏牧师的教会在纽约 不就被传销给搞垮了吗 对吧 前几天的谁去了 那个那个郭弟兄去了 就是传销搞垮的 整个教会长日同工 职日同工 一半是搞传销的 刘牧师要清理圣殿 要把这个 在圣殿里倒卖金钱的什么乱七八 一轰 教会三个二走了 全是搞传销 这教会 你想他有生命吗 没有生命 所以小组里面一定要注意 这些 另外小组请讲员要小心 小组要请讲员 一定要经过你的主人牧师 因为主人牧师有分辨的能力 他会请了 有些请了一些讲员 这些讲员会带来一些 跟你的教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引起纷争 引起纷争 教会就受损 这个在小组就要注意 注意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 另外小组里面有这么几种的组员 我们大家说 在家庭教会 家庭小组聚会的 这种气氛非常的重要 它的好处就在于 它的一个教会小组越多 它这个捕鱼的这个网的网眼就越小 那个传统的教会 它大团气 它就很大 但是它的网眼大 它能捕大鱼 但是小鱼都跑了 有的时候留不住人 那么小组教会有个好处 它在任何的一个区域 它都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小组 那么邻舍们就会过来 所以鱼网越 眼的越动越小 捕鱼越多 家庭小组越密集 教会的人数就会越多 小组关系越密切 对内能够彼此相爱 对外就有力量 传扬福音 人们看到你们就把荣耀归给耶稣 说这批人是彼此相爱的 不容易 在今天的世界中 不好找这些人 即使我不愿信耶稣 我也被他们的这种气氛所吸引 我也喜欢 那么很多人就来到小组了 所以那家庭小组的实践 我们看到小组里边 有喜乐感恩相爱的气氛 同时有查经 但是这小组里总是有这三种人 你要去处理 第一个叫消极的组员 消极的组员 有没有啊 小组里一定有消极的组员 怎么没有消极的组员 这个传销打个大叉啊 不许来传销 这个传销就 这不许来传销 大陆也是 大陆现在也面对传销 他们经常给我打电话 也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什么 美国的很多的传销的公司 进入到大陆去了 这个 什么安利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个过去朱镕基当总理 说不让 现在已经开 可以了 那么传销 为了生存 我并不反对传销 但是不能在教会传销 我反对是在教会传销 你在世界上传销 我不管你 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可是在教会里 不能做这种事 所以那个人告诉 他会给我 他会有一天 有人给我传销 要不要给我一种药 说你吃这种药 你就越来越年轻 你体力越来越好 我说那 那最后呢 最后还得死吗 对不对 对对 那还死 那谁都避免了 还得死 我说我给你一个方法 永远不死 也不要钱 信了耶稣基督 就永远不死 就出死入生了 你看我们这个都好 又不要钱 你这个说了天花乱罪 你不还要我钱吗 套我钱吗 所以第一个 小组里 消极的组员 消极的组员 这个消极的组员是有的 这种组员他永远不参与服事 他也 他也 然后他还有期待 他观望 然后呢 他也不参加在其中 他也 你任何的活动他都不参加 然后他有的时候 你还得常常给他打电话 关心他 另外呢 他来了可能带有问题 夫妻吵架 很多是带有 问题来的 然后他把自己丈夫交给你 说你们用神的话 好好教导教导他 然后或者他把妻子 交给你说 你们应该教会他怎么顺服 然后他自己却不去做 这种会把你小组 最后磨的最后领袖们 磨的最后就 就 遇过到这种人吧 所以有的时候 对这种人 你要注意 不能让他把你 事工的中心目标 给你 给移走 有的时候 小组因为这一件事情 就把这个小组 就拖进去了 整个小组拖进去了 我们就不 我们教会就有一个问题 有一段 有一个小组 一对夫妻 太难动了 这对夫妻 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吵得最后小组的人 就去拉架 当然就拉架 对不对 拉架 这个男的就帮 拉男的 女的拉女的 拉拉的慢慢 有些男的女的 就产生感情了 这男的跟弟兄 产生感情 女的跟姐妹 跟他的太太 产生感情 他们就说心里话了 所以就慢慢 就站在太太角度上了 那弟兄就站在 男的角度上了 整整整整 变成两派了 就回家也开始吵起了 他们俩回家 他就替那个女的 说话的姐妹 那个弟兄就替着男的 说话 他俩 啪啪 要吵起来了 就慢慢 整个小组 就夫妻都吵架了 就因为这一对夫妻 后来我就教导他 我说你们 这个不能这样做 你们 今天所说的 你们替人家女的说话 说男的不好 这姐妹 说弟兄不对 你们替人家弟兄 说姐妹不对 有一天人俩好了 你们全会坏人 你知道吗 全都坏人 都给你供出来 说当年谁谁谁 后边怎么说你的 我告诉你 最后你 对不对 你这个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你应该按照 圣经的原则告诉你 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就把圣经的 告诉他 你只有这样做 没有别的办法 妻子要顺服 丈夫要爱 就这样讲的原则 你爱的不够 你就检讨 没有一个爱得够的 他都能够检讨 他怎么能说我爱得够 不可能 你爱为十字架了吗 对不对 你为定十字架 没有嘛 你不可能爱得够 顺服 你顺服说 凡事顺服 一无所说 讲凡事顺服 那什么事都顺服 对不对 大事小事 养个狗 养个猫 他说不要养 你都得顺服 那就是顺服 这个就是凡事顺服 什么叫 你说对的 我顺服 那什么叫对 对之以你为中心 你觉得我说 我想对 那我顺服 你说 今天你要跟我出去 去小米三这 给你买一个 黄金的 不是那个白金项链 去不去 那叫顺服 这叫什么顺服 对对 所以这个要有一个原则 在对待消敌组员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占太多时间 你或者把它专门 交给一对夫妻来管 不要都去管 实在管不了 交给牧师 你不是有牧师吗 牧师管不了的 我交给神 你知道吗 不是交给神啊 当然都要交给神的 还有具体的做法 你交给counseling 作业的counseling 你一定要懂得 你是做不了的很多事情 因为他们已经伤害到 不断交警 伤害到一种程度 他们没法的 他必须用counseling 可是你读过counseling 你教会千万不要说 你会counseling 他会告你的 你如果你教会的牧者 你说我是用counseling你 你就得有license 在美国 你得执照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叫教务什么 我们不叫教务辅导啊 我们叫教务关顾啊 必须怎么样 一定要注意这个词 不是关照 是关顾 你的城市 你的城市不到counseling的城市 你到不了 因为你没经过专业的训练 你没有license 所以你不能做counseling 你做错了 他会告你的 他说你把我做坏了 心理辅导不那么简单 你只能祷告 劝勉 关顾 到这个城市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到这个城市 我们有一对夫妻伤害很大 夫妻两个人找我 后来我就给他介绍 美国的基督教的 专业的counseling 我就告诉你们 去这个地方去 他们去了以后很有效 一个小时 要100块钱 我们是不要钱 所以他找你啊 然后你也觉得 你就是为主大发热心 你就去没问题 全包揽过来了 有一天你把它整出问题了 他离了 告你 你知道吗 这个有的时候你解决不了 把他交给counseling 这个因为你不交给counseling 你会有问题 你交给counseling 他说我就到这了 我就告你要悔改 认罪悔改 我告你这个具体的做法 就是一点小事 你语言上要操练 不讲恶毒的话 讲造就的话 谁一出恶毒的话 谁就道歉 你自己记住 他有里边恶毒的意念 不能有 我们只能讲到这 我们再往生了就讲不了了 在counseling人 你会一步一步的 因为花钱 他就会认真谈 你知道吗 来到你这不花钱 他缠你四五个小时 他也根本不认真跟你谈 他在胡搅蛮缠 他就鸡铜鸭讲 把你最后弄得累得要死 你还挺大发爱心 然后最后把教会事工都放下了 然后最后你把重要的事情忘掉 小组也好 教组也好 千万这种消极的人 不要让他把你扯走了 把你的精力扯走了 所以以色列人 我强调以色列人牧羊的羊 是在那个牧人在前面走 羊在后边跟 我们中国的牧者 喜欢在后边推着皮尔往前走 对不对 这个不对的 这个做不了 教会做不大 你看看这个大的教会的牧师 哪一个单独去找你个人邪谈去 对不起 你去找那个组长 找区长 或者找那个 我们这个探访的 关怀的牧师就不错了 因为他还要想到教会的意象 他要讲道 他要是宣教 他有很多事情 他出费特别的 他有感动来辅导你 两三千人的教会 他怎么去辅导你某一个人 赵云基说 我只能见到的 就是牧师和这个区长 小组长都见不到我 五万个小组长 一个人找我谈一分钟 我就完了 你知道吗 你五万个小组长怎么谈 时间就那么多 消极的组员 第二个 中庸的 还有中庸的组员 这种就是 反正你推推 动一动 你不推 他就不动 你给他活 所以这种你要 学会用他 那么就给他事情做 告诉他具体做 不要做太多 一件事就可以了 每次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带个点心 这个没有问题 中庸组员他会带的 但是他这个不会很积极的服事 不会很积极服事 这种人来 有愿望来参加小组 但是也有观望的性质 他期待着神 或者其他人 引导小组的聚会 却没有把自己参与其中 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 把自己献给神作为器皿 透过我们去造就其他的人 大约一个组员 连续能够四次的参加这个小组 你就可以邀请他 在小组的服事中有份 他连续四次一个月 你就可以邀请他参与服事了 我比较快 我会强调 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小组 来到教会 你是客人 第二次你就是主人了 你不要当客人 别客气了 这是神人女的家嘛 以赴所周 这个二章十九节 我们不再做外人客旅 我们神家里的人 对不对 与神同国 所以你来到这个家中 你就是神家里的人 那你就去参与 第一次客人 第二次主人 第三次 仆人 学一副事 要快点给他 要push他 push他 给他一点事情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 这个我们的组长 去订饭回来了 你就车门一打开 大家去帮他拿一拿饭 对吧 来了帮排一排椅子 来了这个帮助这个 这个孩子们儿童施工 帮助一下子 去学一学 帮助一下子 都可以做的 很多可以做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积极的组员 这个第三个 积极的组员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积极的 这积极的组员呢 他们 就是教会的骨盖 小 组骨盖 大概 这个最积极的 那就是 有机会让他当实习组长 我们一个组呢 有的是有两个实习组长 有的是三个实习组长 最多的 那就是积极的组员 你想一个组长 三个实习组长 就八个人 有四个家庭 那他们就会 非常的好了 有一个人出差了 有人经常出差 出差了就没有关系 他们 活动一点不受影响 那么这种 积极的组员会 带小组带来一种 积极的 活力 力量 属灵的气氛 那么 会带来很好的 所以我们在 建造教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建造小组 丰州华夏基督教会 建立最早就一个小组 我们教会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七年前就是一个小组 在我的家 师母带这个小组 大概有就十五六个人 十五六人 当然他们有的 还是别的教会的 有几个不在教会里 是我们的邻社 那我那个时候 这个师母 这个在政府找一份工作 这个我的太太是PhD 是个化学部 生化博士 他就 对他这个环保 就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们家 我们家 我算半个环保主义者 我的两个孩子 和我的太太 是属于完全环保主义者 所以我们家 不能用什么纸盘子 纸杯 都不让用 都要用环保的东西 我这个 主日崇拜 大家吃饭 教会 我拿这个盒子 每人要发纸盘子 我们都自己带盒子 洗完了再带回来 这个叫环保 所以我这两个孩子 现在都不吃 不吃荤 不吃猪肉 不吃牛肉 说那猪肉 牛肉 你一个得吃多少草 那牛 拉多少屎 制造环境的污染 所以不吃 现在都吃素 所以这个 环保主义者 不过圣经 当然 这不是圣经 可是他们就 对环保特别感兴趣 当然我就去鼓励他们 你要多吃点鱼啊 肉啊 不是鱼啊 你不吃猪和这个牛 也就算了 当然你不吃 你营养上不来 营养上不来 这个不是真理问题啊 这是一个个人的 生活习惯问题 但是这个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工作 在环保署 在环保署工作 那我就注定 我要过去 所以我就要离开 我洛杉矶的教会 我要过去 过去我要过到东部的时候 并不难 因为很多的教会 听说我要到东部 他们就欢迎我过去 做传道人 很多教会没有牧师 东部梅牧师的教会非常多 这个就 就请我 在英特卫欧 几个英特卫欧 过程都不错 我一般的英特卫欧 都结束了 都差不多 90%都会给我 但是 就这十几个人 就特别感动 就要开始一个教会 那我当时祷告 我也觉得 圣灵有带领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丰收教会 最早就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 采取的功能 就是这些功能 有消极的组员 有中庸的组员 积极的组员 当然我们就用了 积极的组员 当时这个教会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二三十个人 加上孩子 就四五十个人了 就很快 当年我们就突破了 一百人成人 一百人 加孩子我们就一百五十 第一年我们的奉献是六万 第二年我们就达到十二万 第三年我们是二十七万 第四年我们是三十多万 那现在我们的奉献 大概平均四十多万一年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们也百分之九十九的大陆人 这个大陆的定层奉献很多 我们教会奉献 一万美金以上的家庭 大概有十五六个 这都是最早的 我的积极的小组 积极的小组的组员 中庸小组的奉献 大概四五千人 四五千块一年 这个消极的组员 大概一个月五块钱 五十块钱 二十块钱 所以你要看 我们教会奉献 大概有上千人奉献 每一年年底 会计会把奉献打出来 历次的是有 大概一千人左右的奉献 因为来教会 有的时候来一次 来两次的 路过的都有 你会看到五十的 大概占一半 五十以下 吵 五十块 都是五十块的奉献 这里边有教会的人 不是没有的 然后再往上 最后最后 你到最上面 你会看到 那些奉献最多的 都是长直通工 都是长直通工 所以如果你一个教会 有十五个 稳定的家庭 你能够有十五个 这样的积极的组员 积极的组员 奉献在一万美金以上 然后他能够带领祷告会 带领敬拜 然后来带领查经 你这个教会 你如果有十五人 你教会一定是两百人 一定 你可以关会到两百人 就是这样 所以小组教会 我们就谈到这了 因为你们都是小组教 你们比我经验都丰富 我这是从理论上 跟大家归纳一下 归纳一下 现在我讲 讲道的更新 这个我想 我想对我们会有帮助 在教母的事工中 讲道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对一个牧师来说 一个一个执事 一个执事 讲道的执事 所以讲道的执事 或者说我们叫做 当我们讲到这个 讲道的执事的时候 我们想到一个传道人 当然你想到一个传道人 那就是要讲道 传道传道 用什么传呢 口传嘛 对不对 用口传嘛 要讲嘛 所以讲道无疑是教会 执事中最重要的一环 路加福音五章一节 耶稣站在格尼萨波湖边 众人拥抵他 要听上帝的道 神把传讲上帝道的责任 托付给了传道人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呢 是从神的话来 教会的历史屡次的证明 神的道与教会的兴衰密不可分 有什么样的讲道 就有什么样的会众 有什么样的讲道 就有什么样的教会 所以在这个讲道中 如果一个牧者 他有讲道的恩赐 这个教会他不信话都很难 你想是不是 可能有些牧者 关怀弱一点 有的时候可能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行政领导能力也弱一点 可是他讲道讲得好 就总是谢逼人来听神的话 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做神学生的 要求讲道的恩赐 有一天当我们走向工厂的时候 我们要神把这个恩赐给我们 别的你 一个传道人别的不行 你讲道才不行 你就说不过去 你可以任何东西都不行 但是你一定要会讲道 你不会管理没有关系 有弟兄姊妹帮助你管理 可是弟兄姊妹不能代替你牧师讲道 对吧 你可能是这个爱心稍微弱一点 可是你一定会讲道 关怀弱 讲道好一点 那有弟兄姊妹来帮助你关怀 在一个团队里面 可是你不会讲道 你让弟兄姊妹来讲道 你可能就不能做牧师了 你也做不了 你也做不了传道人 这个纵观教会的历史 教会的衰弱时期 就是讲道的最衰弱的时期 天主教在宗世纪的时候 最衰弱的时候 他们不讲道了 几乎就是 神父就是要带一个崇拜的形式 一个弥撒 弥撒里边没有讲道 弥撒里只有读几节经文就好了 然后呢 他有些涉罪宣告 但就没有讲道了 达根博士在他的名著 讲道史中 他说 属灵生命的低落 教会工作的低落 常与没有生命的 行事化的 没有果效的讲道 并行 部分是因 部分是果 在另一方面 教会历史中 大复兴往往是由讲台工作而起的 同时在复兴的过程中 讲道在聚会仪式中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地位 马丁路德也说 当时天主教注重洗礼和圣餐 二者成为他们敬拜的祭坛 而路德则看重讲台更胜于祭坛 所以改革宗以后 我们发现教会的讲台有变化 在改革宗之前 教会的讲台在哪里 在边上 对吧 你到天主教的讲台 或者路德会的讲台 你会看到教会讲台不在中间 在边上 而且高高的像鸟笼似的 在上面吊着 牧师上那讲几句话就差不多 圣公会现在也是如此 我到澳大利亚去不到 有一次到一个圣公会不到 他给我那个讲台 我在那里都不能动 就一个小碉堡似的 一个小鸟笼 那个楼梯 起了拐弯爬上去 然后那一站 大家脱离的 你想动也动不了 反正大家都是斜着看着你 你都坐在这边斜着看着你 觉得怪怪 不习惯 感谢主圣灵工作 那天很多人信主 一百多人信主 都用到鸟笼牌来了 奇怪 可是现在你看改革宗以后 改革宗的这些福音派的讲道 讲台都在教会的最中间 就表示他们重视讲台了 其实这个从形式上 也是能够看到他们的重视 对吧 因为中间室外的 这个这个弟兄姊妹的目光 比较容易集中在讲员的身上 也比较能够在最有效的 这种角度来听讲道 听讲道 那么这个 Sorry 对不起啊 还有五分钟啊 我们讲完 我得打这个电话 我先关掉 在历史上 英国不流血的革命 也是因为 江卫斯里和乔治 怀特菲德等人竭力传讲神的道的结果 教 教治 怀特菲是非常会讲道的一个人 江卫斯里也会讲道 江卫斯里一天平均讲五次道 怀特菲三十四年的传道生涯中 平均每周讲二十次 我们讲一次就不错了 他平均在他整个的三十四年的生涯中 平均每天每个礼拜讲二十次 那江卫斯里一天讲五次 骑着马出去讲 江卫斯里是传道人讲道最多的一个人 他一生去说讲过几万次道 这个我们活两万五千天 一生 他讲过五万次道 平均从生下来就讲道 一直讲道到死 一天得讲多少道 你看到没有 所以当这个 乔纳森 爱德华兹在波士顿 讲的那篇著名的道 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 他讲道是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震惊 带来了大的复兴 十九世纪美国也因为有 布鲁克林的亨利 沃德 巴克尔 波士顿的菲利普斯 布鲁克林 德克萨斯州的卡德逊 还有几位著名的传道人 被称为讲道的黄金时期 在那个时期教会都非常的兴奋 二十世纪中国教会也兴起了几位 在讲台上被神重用的传道人 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宋尚杰 大家知道宋尚杰讲道 他有讲福建话 那个时候也不见得有音响 可是他一次可以对几千人讲道 讲福建话 有的时候当然大家也会误解 他还告诉你 你们基督徒要枪毙 他说枪毙 你知道吗 枪毙 神让你枪毙 谁让枪毙 所以他说枪毙 枪毙听了 谦卑 但是就这样的 神为兴起他 成为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 那么中国教会的复兴 包括宋尚杰 尼托生 王明道 纪志文 丁丽美 赵军颖 赵世光 王仔 王志 贾玉明 杨少棠 那后来包括我们现代的这些 当然最近也都走了 像林道亮 这个沈保罗 余立公 这个沈保罗不在了 你还 你还 你什么见他了 在主那里的 这个 都走了 这些 这个感谢主 所以这些大的传导人 给中国教会的今天 这个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而且地方教会 我们所知道聚会所那边都会讲到 尼托生 这个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林三纲 魏建章 史伯成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 我们所知道的江守道 年轻一代的刘志雄 于宏杰 这个都会讲到 人家说聚会所的嘴啊 少尊兰 中时代还有少尊兰 都给我们上过课嘛 对不对 在讲道上都是有特别恩赐的人 很感谢主 所以一个传道人 在讲道下功夫 陈保罗牧师关于讲道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讲道乃是神用他的道 来拯救人的生命 话语的本身是一种能量的单位 话一说出去 事情就发生 那神说要有就有 神说命力就利 可是我们人的话语也是有力量 我们用神的话 我们可以宣告有力量 他说这个神的话是能力 神的话 与神的工作密不可分 因为没有神的话 就没有神的工作 对吧 在海外的大陆族群 无论是牧道友 还是基督徒 他们对讲道的要求 都超过以往的 传统的台湾和香港的 弟兄姊妹 因为他们 受的教育高 对吧 今天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看发言美国牧养的 都是博士硕士 昨天张牧师接我 三家张牧师说 哎呀 美国牧会太难了 我说为什么呢 香港好一点吗 他香港人 他香港好多了 台湾也好多了 他在台湾 香港台湾都教过 书也不过会 美国太难了 因为美国都一群 高级知识分 他们对讲道 要求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一个牧师 讲道活泼有力 神的话讲得明白 教会的信徒的造就越大 教会人数就越多 那这个现象 就像专门研究 教会讲道历史的学者 达根博士 在他讲道学中 讲道史中说的 他说教会属灵生命的高低 常与有效果的讲道有关 教会历史中多次的信仰大复兴 往往可以追溯到讲台工作的兴起 同时在复兴更新的过程中 讲道的聚会仪式 也因此发展成为最重要 今天的讲台比过去要求高的原因 还有一点就是电视 DVD VCD的光碟的出现 是一些著名的牧师的讲道 可以在网上随时可以看到 所以对我们这些小传道 提出的挑战就更大了 有的说你讲道不行 我还不是上网听 这个某某某人 那个叫做什么 Hilton Hilton 那个那个 Lakewood教会那个 那个帅帅的帅哥 笑眯眯的 每次礼拜天 打开美国的电视 起码有七八个台 是明目在讲道 为什么要听你讲道 对不对 因为比你讲得好 而且有的弟弟们跟我说 人家讲的都解决问题 你们一讲就耶稣 一讲就耶稣 有什么用吗 你看 这就不懂听讲道的 美国很多今天讲道 讲的是 不是道 是术 是方法 不是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不管我们讲道 怎么样 受不受欢迎 我们一定要忠实的 传讲神的话语 这一点我比较把握住 那当然有的也不接来教会来听道 我在电视里就可以听到 他还有个观念说 我看篮球 看NBA比赛 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去现场呢 我在电视同样看到 他比赛的过程和结果 所以这个对我们传道 当然这个对我们传说要求很大 在北美大陆的背景的教会里 很多的教会常常的去请明讲员 明目是来讲道 这个代人信主 觉得这样教会增长会更快 也许增长在短时间内有效 可是长期的还是要牧养 一个 我觉得一个牧者 按时分粮 粗茶淡饭 也许对弟兄姊妹生命更有帮助 健康更有帮助 可是有些教会常常请明讲员 我们教会从来不请明讲员 我也不是 我们教会常常弟兄姊妹讲道 我一个月讲 只要我在就我讲 我喜欢讲道 我喜欢在自己教会讲道 我不喜欢出去讲道 我在自己教会里边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我要跟他们说 我像对我的亲人一样的讲 所以我一般不出去 我一年出去六次 我六次 六次有两次在我的分堂 新加坡 只有四次去帮助别的教会 所以我这四次大概都在欧洲 澳洲 纽西兰 美国基本没有 所以我这次来是在三家讲道的时候 三家说三年前我答应 他说我不可能 就在我的观念中 美国家我没有答应 没有 所以后来因为在跟你们上课嘛 就顺路了 就算了 没关系 我也不跟他计较了 他说我忘了 我问我的秘书 我秘书说没有 没有安排 这个在每个主日的讲道 按时分离 有时候牧师他会有一年的讲道的一个计划 我都是这样的 我不是随便讲的 我一年 教会刚成立第一年 我讲什么 我讲以福所述 讲教会的建造 领袖群的建造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让他们懂得教会 懂得保罗的教会观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是基督的心腹 要圣洁 教是基督身体 听于元首 那么教会是基督徒的家 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地方 我们不在做外人 我们也不在世界流浪 我们有神的家 我们可以回到家中来 享受神的同在 那么教会是敬拜神的殿 我们在这里敬拜他 赞美他 把保罗的这个教会神学讲清楚 然后开始同工的建造 然后第二年 我讲这个这个这个 马太福音 讲这个天国的君王 耶稣基督的属性 马太福音一直讲到大使命 讲完了这一年 我讲了四十八讲 我记得那一年都是我讲的 讲完了 现在我准备出书了 我把我这奖 奖章 都把马太福音全出来 可能对有些大多的弟兄姊妹 不会写讲 然后会有帮助 可以有些参考 然后呢 第三年我讲创世纪 你看我都有计划的 我都是有计划 我从这个计划中来 把第一卷书 然后第三 第一年我讲了 《以福所说》和《启示录》 我讲了七教会 启示录都讲一部分 没有全讲 讲了七教会 所以第一 我怎么样先认识教会 也认识神给我们的意象 然后再打基础 因为天国的君王 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 唯一的道路神明 特殊启示 一定要讲这个特殊启示 然后我们再讲创世纪 创世纪里边 很多很多丰富的属灵的东西 创世纪最好讲 其实 因为它东西太多了 你怎么讲都寄人 怎么讲都寄人 然后后来我就建堂了 我就讲出埃及记 讲约书亚记 得地为业 你总是要有 你牧师要有 可是你老出就外出 你完不成你的计划 你就觉得受损 教会也受损 所以我们感谢 所以我们 这个 这个要重视讲台 那时间差不多了 我想我把这部分讲完 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部分 在讲台这个暗示分量这点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牧者 你一定要懂得在讲台下功夫 那当然我们也要学习 怎么来写讲章 我比较受影响的 我在神学院 我的几个讲道的老师 第一个是苏文龙 第二个是这个 叶老师 这个这个这个 他是个讲英文的 不过这个中文呢 也因为教了我们两年多 讲道学 中文越来越好了 他是马来西亚的人 这个好现在 他到香港一个神学 就教讲道学去了 他教解经讲道 那我受的影响 最大的一本书是这个 这个叫做解经讲道 是Robinson Robinson写的 你们可以上网查 可以买这本书 他解经讲道有两本 一本是他有一个 全是讲道的 讲道的例证 他有几 十几篇讲章在里面 另外就是关于他讲道的 关于讲道学的一些的 这个重要的 如何写讲章 这个非常 叫实用解经讲道 罗宾森 翻译成罗宾森 Robinson 实用解经讲道 实用解经讲道 什么叫解经讲道 这个今天就没时间说了 这个解经讲道 解经讲道跟实经讲道有什么区别 其实解经讲道就是实经讲道 解经讲道 我们因为这个解经讲道 就是把圣经一句一句的解释 不是的 解经讲道是把神的话 用于实际的生活 这就叫解经讲道 简单来说 大概他一般的讲章会 分成几部分 我的讲道都是这样分的 第一个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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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引言的部分 一般他用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 他用一个视力 进入你的主题 比如说 这样说吧 这个 拿了一段经文来 我们可以来 用一个视力 来讲 我前一段 我上个月 我讲了一篇经文 叫做 这个 驴蒂雅 我讲驴蒂雅 讲到以夫所 讲到那个 使徒行政 讲驴蒂雅 驴蒂雅 我就写了这样 一段 一段 经文 第一个是引言 我就讲了一个 在印度尼西亚的 一个姐妹的事例 这个姐妹呢 她是卖布的 从大陆来 这个 她的英文名字叫 驴蒂雅 她真叫驴蒂雅 她真就卖布 卖得很成功 在家里就 建立了教会 建立了教会 所以我就 开始引入到 圣经的驴蒂雅 我谈到 圣经驴蒂雅 是保罗 在欧洲 接的第一个国子 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 是驴蒂雅 这个历史 是非常 你要把这个历史 交代清楚 再引言 然后我就 讲到 第二是本论 本论 我就开始讲到 驴蒂雅的 事工 那么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大概我就用三点 就完了 第一点 她打开了新门 她打开了新门 第二点 她打开了家门 对不对 第一个 她接受耶稣 她渴慕神的话 然后第二个 她打开家门 接待保罗住她家 然后开始家里 开始家庭聚会 欧洲第一个教会 第三个 她打开了 欧洲福音之门 所以我就这样的 这个就有层次了 欧洲福音之门 她可以在保罗的书信中 纪念她 你看 这个不就很清楚吗 层次就出来了 你这样讲到 大家都愿意听 然后你把它总结出来 然后第四个 第三点 结论 就完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结构 就是 罗伯森的结构 永远不动摇的 永远不改变 不管你怎么讲 你都逃脱不了 这个东西 大概就三点就好了 引言 本论 本论里边有三点 然后结论 你最好引言 用一个事例 一个故事 结论 用一个故事 结束它 我上次讲 耶稣基督是独生子 上帝的独生子 道成肉身 我结论之后 我就用了一个例子 我用一个 昨天我讲了 古董商的例子 一个有钱的古董商 他有个儿子 他非常喜欢 然后他儿子上前线 打仗的越战争 就打死了 死了以后 他的一个战友 他为了救一个战友 牺牲了 这个战友就 就画了一幅 他儿子的画 肖像 油画 送给他的父亲 父亲就把画放在家里 最重要的位置上 因为他有很多名画 他的名画 是价值连成的 可是他 那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他儿子的画放在最中间 然后他死了 死了他家里 所有东西都要拍卖 在拍卖的时候 第一个卖的 就是他儿子的画 不管是哪个 过去尊贵人来 他先介绍 这是我的儿子 我最爱的 结果 这个儿子的画 是定价100万美金 没人要 见到10万美金 没人要 1万美金没人要 1000美金没人要 100美金没人要 因为是个出于业余的画家之手 而且是个士兵 没什么名气 大家都等着买那些好 那些 都等着买那些真正的古董 有收藏价值的画 就等着赶紧把这画卖掉 我们好买下一 结果他的园丁 他家这老仆人 老园丁 从小带着孩子长大的 他爱这个孩子 他用10美金把这画买下来 做个纪念 买完以后 拍卖的那个人就 把小村敲了 说拍卖结束 他说 我们还等着那些画 怎么不卖了呢 说老人有遗嘱 谁买了他的儿子 就把所有的一起送给他 我说 神的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边 谁得到神的儿子 谁就得到上帝的一切丰富 你看这个例子好不好 你这奖章一下子就升华了 我告诉你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学会讲故事 上网查 平时留心 报纸看到好的 就赶紧剪下来 扔到一个桶里边去 然后慢慢整理 苏文龙牧师家里 那个好大本 什么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的故事 那时候都剪报纸 现在不需要 现在你上网查 完了就把它save 这个file 你多几个file 一个是引言中的file 或者是结论中的file 或者是关于耶稣基督的file 比喻的 各种各样的比喻的 各种各样故事 你就把它都放在一起 当你要写奖上的时候 你就找你这些file 这是你的资料库 临时找来不及的 那很费时间 也许非你两天时间 都找不着合适的例子 可是平时你看到好的故事 你就留心 就把它收集起来 收起来 放到不同的file里边去 有讲救恩的 有讲成圣的 有讲圣灵充满的 有什么讲认罪悔改的 各种不同的例子 都把它放在一起去 这就是你做一个教母人员 你必须要做的 这是你的study 你要做这个工作 所以你的讲章 为什么有人讲到受欢迎 人家下功夫了 你不能说我站着 我圣灵充满 有一个 有一个 某灵梁堂的 一个牧师 南加州的 原来就是 从来不准备讲章的 那一讲台 圣灵充满就讲 慢慢把人都讲没了 有些天 圣灵不充满的 他说最近神秘果化 在祷告 主日崇拜就祷告了 这个教会 一个千多人的 一个大教堂 卖掉 可惜 所以你要准备奖章 我的奖章都是很写 低调的 像这些 我给你一个大纲 这里边很低调的 我都写了 我大概就一个奖章 五千字 你能做到 你做到这五千字 你讲的时候 你就不用照稿讲了 你就写过五千字 你还照稿讲嘛 都是动脑筋写出来 你就不用照稿了嘛 对不对 你不用念了嘛 当然有人说 你为什么只有三点 三点就是 我们有切入 然后有内容 最后精彩的结论 这个就当他还没有听的 听了意犹未尽的时候 咔嚓结束了 哎呀没听 下礼拜一定来听 等他听了 大呼噜 你还点没完没了 他讨厌死你了 还不玩 还不玩 你早点结束得了 讲那不怎么样 对不对 你就麻烦了 当然你有的时候 我讲七点 我不讲三点 圣经强调七 七是比较好的 完美 也可以 我们有个 吴德胜牧师 我们神医院 到一个教会 讲到讲七点 讲到第六点的时候 啪啪就都抬上 晕了 早上没吃早餐 这个低血糖 酸下去了 底下还好 长老们坐前面 给他扶住了 然后苏文龙牧师说 你看我告诉你 要讲三点 不要讲七点 不要讲长 不要讲长 讲到这个 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讲到今天 我们再深入点讨论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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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